这个盒子他裂开了 让他自己流出来一些胶 把自己这个缝给补上了 方方面面都觉得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老是喜欢过度的反思 就会有点内耗 那我就在想 我说人活着一辈子有什么东西 多少东西是真真正正属于自己的 然后突然就会觉得很凄凉 就想扎住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会这样 就是对婚姻对感情会抱有很高的期望 就是那种孤注一掷投入新生活 但后来又发现啊 婚姻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 把另一个人完完全全困在自己身上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都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会这样呢 不包括我们这一代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 我觉得不是独生子女的女孩还不会这样 很多独生子女的女孩我身边都是 就是她被没有安全感 为什么会这样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人是怎么判断丑美的呢 我从上小学的时候 我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长得有点丑的人 我也是一个鼻子俩眼了 而且长得漂亮的人也不都是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 但是我怎么就这么准确的知道自己 相貌平平且有点丑的呢 美好像没有一个定义 啊丑也没有什么定义 就莫名其妙的就感觉啊 这是丑的啊 这是美的 很贵 包括这个饭菜的味道 并不是所有的饭菜都要用一个方式去做 用一种调味品调出一种味来 但为什么有些饭菜 他就是觉得难吃呢 这是刻在记忆里面的挑剔吗 希望我们的审美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情绪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三观 我们的一切都是与时俱进 让自己越来越好的 拜